大家好 我们在养护君子兰的过程中 当遇到连续下雨几天 这种情况大家养护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段时间温度会相对低一点 那么它的叶片蒸腾作用会降低 吸收养分或者是光合作用的能力也会变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给它马上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然后兼职早上晚上给它适合的晒上一两个小时的光照就可以了 让它慢慢适应新的温度 然后让它慢慢恢复正常的生长状态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它还是出现叶片尾粘的这种现象 或者是叶片打不起精神这种现象 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它的根系有没有出现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根系或者甲铃镜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 是非常难恢复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把这个菌子栏脱掉这个盆 然后把这个资料给换下来 把一些腐烂的地方经过修剪处理 经过消毒处理 然后重新给它上一个盆 慢慢养护它就恢复 所以我们在养护菌子栏的过程中 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处理 至少能保住这个菌子栏没有死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养护菌子栏的过程中 遇到阴抑绵绵的天气 过后我们该怎么正确处理 我们下一期再见